汐止香掌路一段55向附近 靠近基隆河堤边有一块公园预定地 目前也在施工要开辟为小公园 只是在靠近香掌路的出路口满地泥泞 再加上经常停放车辆 所以14号的上午预言料正良服务处 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也会将连接的通道口进行整地 并且划上静庭红线 让民众可以更方便的到公园或是河堤散步休闲 从香掌路一段55向进来的第一个小巷弄 右转进去到底 目前正在进行整理的就是未来的小公园 不过要进到公园的路口 却是满地泥泞 还有高地落差并不好走 主要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死巷子 长期以来都有停放车辆 担心公园坐好之后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立场也希望能够协助改善 东方山和二旗社区后面有一个公有地 那这一块我们跟廖一言这边协求他的帮忙 那吉利的争取 现在在这边要做一个小公园 来做一个绿美化的整理 并且做一个无障碍的这个波道 让我们香掌路这边五个社区的居民和用户 都能够借由这个地方能够上到河堤 去那边欣赏河堤的风景跟运动 香掌路一段55向内的旁边 有一块共有用地 那他目前会做这个开辟城检疫的这个小公园 那现在也看得到他正在施工当中 那里长有反应说 因为这个小公园为了要让这个附近的民众 能够大家能够更容易到达 那所以我们的出入口 除了说河堤那边会有一个出入口 那希望香掌路一段55向这边有一个出入口 在接获成情后 14号上午 议员廖正良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开 希望能够划设人行通道 让民众方便进出 而因为入口处目前也很泥泞 也有不少的砖块石头 出现高低落差 所以也希望是做无障碍坡道 那因为要上去的这个通道 必须要从这个55向进来 这边的一个小巷弄这边来进出 那所以特别啊 拜托这个议员这边 也拜托公所这边来帮忙 这个地方因为出入口的地方 到时候 公所那边也会请包商那边 再做一个地平的这个整铺 那铺好之后啊 这边才会再湿化红线 因为目前现况 这条就是一个小巷子 那大家都知道很多死巷啊 可能原本死巷都会有一些 车辆停放 那包括现场也都没有画质标线 那到时候如果说公园做好的时候 这个行人进出会比较不方便 那所以说我们就未雨绸缪 我们就希望在公园开闭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把这条通道也把它做好 靠近基隆河堤边的一块公园预定地 目前正在施工要开辟微小公园 还能衔接到基隆河步道 会看中也希望未雨绸缪 将周边的通道做完善 让附近社区居民要到公园 或是河堤散步休闲 都有更畅通无阻的道路可以走 就成慧玲细子采访报道 接着